由大陸大學所舉辦的 八屆蘇州杯全國高中級別文史標賽 我是本場比賽的主席朱宇鳳 首先介紹本場比賽的遍題 本場比賽的遍題為 高等教育因公共化因市場化 再來介紹本場比賽的裁判 最愛主席右手方第一位的是趙一福學長 Good one 最愛主席右手方第二位的是簡東陳學長 大家好 各位好 最愛主席正前方的是陳榮臻學長 各位好 最愛主席左手方第二位的是許慶珠學姐 大家好 最愛主席左手方第一位的是江振峰學長 大家好 再來介紹雙方電視 正方由元宇宙中學單任 正方醫電王院竹各位好 最愛主席二變王玉祥 各位好 最愛主席三變同學之間的結辯陳英琦 大家好 再來介紹本方 本方由高雄宇宙擔任 本方一變潘婷如 各位好 本方二變同學之間的結辯黃一仙 各位好 本方三變顏思廷 各位好 請坐 本場比賽採清至奧瑞剛四四四至 也就是深論質詢結辯各四分半鐘 本席將於三分三十秒時按鈴音響請示範 三分五十九四分整時各按鈴音響請示範 四分二十八二十九三十秒時各按鈴音響請示範 屆時請台上辨識停止發言 本場比賽略有板方線型結辯 比賽即將開始 請這場觀眾將手機調成震動或是靜音 以免打擾比賽進行 這場比賽現決掌聲 本期在此宣布 比賽將於領響後一分鐘開始 請示範 請示範 過去有變多的趨勢 這...對 但是少沒錯 但是有編多劇情 對啊 如果說去比比賽 大概就是我一個女婦 或者是說會有異名 你是哪人 異名 那人 你才不正後方 你們剛剛的對話都被收音下來 不 care 我現在有忙舉辦一個裁判投票 沒有過一條對話 你不要一直下來 那你就是對他 請正方一便上台聲論 觀眾朋友各位 高等教育公共化的意義在於教育成果由社會所共享 故主要經費由整體社會來承擔 而發展也應該像供奉政策一樣 經過社會的評估之後然後實行 我方認為大學應公共化的理由有二 第一高等教育並非如一般商品 它需要更穩定的環境 不適合放任其在自由市場中波動 先看學費的問題 以我國與德國為例 大學學費調漲都需要經過公布門廣泛的討論與核定 反觀市場畫下的美國 學費由各校自由訂定 任意調漲 年齡高漲的學費讓在校學生吃不消 因此無妨繼續求學的學生更是大有人在 大紀元的報導就表示 加州大學台委委員會通過調漲學費的措施 總漲幅高達32% 暴漲的學費突破萬元大關 更由於學費調漲的幅度過大 加州大學各分校紛紛引起抗議活動 甚至還需要出動警力來維持秩序 USA Today更報導 美國有286所大學學費將上漲3-5% 自意的學費調漲 連紐約市長都坦承兒子的學費 不僅上漲是個嚴重的負擔 重上可見市場畫下 高等教育成為學校教育機構的商品 無預警的調漲 暴漲的變動環境成為學生明日的惡夢 再把問題放大一點 市場畫的學校機構不如公共畫下 政府對大學有更嚴密的監督地道 大學僅僅是一個盈利機構 毫無社會責任 今天說到明天就跑 美國規模最大的私立大學ITT 因為資金問題忽然倒閉 4萬名學生瞬間喪失學籍 加州的梅西飛行學校也無預警倒閉 剛繳完學妹的留學生萬里求知 卻在開學隔天收到官校通知 花了100多萬只學到留館學校打官司 無獨有偶 澳洲私立大學是所分校也無預警倒閉 讓數千名學生錯愚不已 反之公共管制的大學教育 公共管制的大學教育則有更加的管理機制 以我國為例 近年來私校退場的議題延燒 行政院交易及 私立大學轉型及退場條例 規定退場大學有負責 協助學生安置轉學的義務 並成立大專院校轉型及退場基金 補助學生轉學安置所需的交通費 住宿費 教師終點的費用 去保學生的就學權益 第二 公共化使得大學得以升負 教育普及化及階級翻轉的重要任務 高等教育乃階級翻身至基石 建條大學研究都指出 擁有大學文憑者的薪資 是沒有大學文憑者的兩倍以上 更甚者眾多企業選人指中學校 眾多申請人如果不是民調出身 根本不予考慮 高校之餘階級翻轉如此重要 然而高昂的學費 讓家境較差的學生 卻步於高等教育之門外 根據大西人的報導 澳洲市場話號學費上升 40%的學生表示 大學不再是他們的選項之一 就算勉強擠進高校大門 龐大的經濟壓力也壓著學生喘不過氣 學生必須在就學時打工兼職 無法專注於課業 導致學習成效極其低劣 甚至無法完成學業 英國追蹤調查就顯示 需要負擔教學貸款的弱勢學生 在就學期間兼差打工 導致學習成效受到影響 有較高的措學率 無怪乎大一至大三 休學的南韓大學生中 有45%的人表示 是因為學費問題而休學 你說掌學費可以解決學校的問題 那今天又有誰來解決學生的問題 我方更進一步談 高等教育的學費和教育普及率 背道而馳 以德國為例 提供年假教育的初衷 即是認為作為一個社會國家 除了要創造良好的經濟環境 更要提供給人民一個能夠接受 高等教育的契機 我們渴望更好的經濟生活 渴望有更高的文化素養 清明的教育體制 不僅讓人不需要考慮學費的門檻 不需要斤斤計較讀大學 對於未來的出路是否划算 只因為我們知道大學所存在的 從來都不只是促進經濟發展 而是培育出一批又一批不同價值觀 及更高素養的人民 不過我們都理解 經濟上的富足能讓我們活得更好 但是唯有文化與心理上的富足 可以讓我們活得像人 而為了如此 社會方能正正的往前更邁進一步 最後我方要談的 乃是對於高等教育的想像 在高等教育的場域中 每個人的機會大周是均等的 沒有財力差距了 沒有社會的背景差距了 也就是兩隻拳頭兩隻腳 你可以自己打出自己的一片天 大學教育不再是奢侈品 不再是手術人玩得起的遊戲 更不再是被金錢所控制的交換籌碼 只因為高等教育有份量 遠比對方不要想像的沉重 而社會的話 無法先扛起這樣的重量 謝謝各位 平台上便是停止發言 請反方二便上台質詢 問候長 各位 中央便有您好 中央便有先確認民方論點 民方論點主要是分 其實應該算分三塊 民方第一塊想要談說 民方認為在公共化的情況下 可以讓高等教育更加穩定 第二塊談民方認為說 高等教育是一個階級翻轉重要的管道 第三塊你放任何說在高等教育上面 不應該說要財力差距 就是我發生有 如果是控證說那個 就是要讓教學環境更加穩定的話 我發生有舉證說 是是就是關於就是學費跟機構上面 就是會比較穩定對不對 就是這個 那就以上做討論 有什麼要補充呢 目前沒有 好 那我們就以上做討論 剛剛沒有方想要請問一下 你方今天第三點想要談說 就是大學教育沒有財力差距 對 那我方想要試問一個狀況 今天如果有人就是 比如說他想要念大學 但是他們家覺得說 你不應該花4年的時間去念大學 你應該去工作的情況底下 這樣算不算因為財力差距 而沒有辦法念大學 你說家庭因素嗎 對 就是家庭的經濟因素 或許是吧 是 那在你方的情況下 會不會有這樣的行為 但是如果他今天真的 他今天如果真的想要得了 我們就會保重機會讓他 對方沒有 要不然換個問題好了 你方今天談大學 那再往下談 你方今天知道 碩博士可能繼續往下唸 可能要唸7年或是唸更久 是 對方沒有 那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你方也是想要保障 每個人都可以唸碩博士嗎 對 只要想讀 是 對方沒有 但是他不是想讀就讓他去讀 但是他因為家裡的經濟因素 沒有辦法去讀的時候 你方到底怎麼解決 我方就會保障到 每個人只要想讀都可以 只要想讀都可以去讀 所以你方是打算在他念碩博士的時候 只可以給他們加錢的意思嗎 就是他可以 可以這樣算是 所以你方今天是覺得說 每個人都應該用 就是可以一直念到碩博士 你方覺得都是應該對不對 我方覺得他想讀 我們就應該保證 是是是 當然當然 我方只是確認這件事情 剛剛沒有下一個問題 請問平方今天就是政府 其實他在規劃經費的時候 其實會受到很多限制對不對 是啊 是是 也就是說他其實可能在某種程度上 他的經費其實是會比較受限對不對 就是畢竟他要去固斷 就是政府他要去就是評估很多事情嘛 可能是吧 是是是好 謝謝 我方只是確認這件事情 另外沒有方想要請問 你方今天那一份就是關於 方想要請問他 就是你方今天針對階級翻轉 你方是怎麼定義的 我方想要了解一下 就是因為我們剛才也理論證過 今天有文憑跟沒有文憑的事情 是是是 剛剛沒有方可以看一下那份資料嗎 我們可以請問一下 是好 是好 我方有稍微解釋一下那份 就是有大學有名者跟沒有大學有名者的 薪資他就可以高達兩倍以外 是是是是 我方只是想要確認 你方今天針對階級翻轉的定義是什麼 就是你方是指是有什麼層面 我方只想請你方舉例一下 是拿到比較高的薪水 或是有什麼樣的就是主意嗎 我們就是不會讓有錢人 因為讀了名校之後薪資變得更高 然後賺錢的人賺錢然後他就管他沒有辦法 我剛剛沒有說 其實你方只是想讓大家都進學校 最多進同一間學校的意思嗎 不是這意思 因為我方不是很瞭解 那你方可以解釋一下嗎 你方看這樣應該很只要 是想要看一下那份兩倍的資料 這邊 好 英國的大學研究指出 你方是有大學文憑者的收入 是沒有大學文憑者的兩倍 是 沒有 是是是沒有 我方想要請問一下 你方這份資料的比較標準是 擁有大學文憑者跟沒有大學文憑者的年收入對不對 方想要請問一下 你方這份資料從頂多就是認證到 擁有大學文憑者是涵蓋哪些 如果是路上的遊民一個月薪水賺1000塊 擁有大學文憑者賺2000塊 你方覺得這樣很多嗎 不會我方覺得他就是他擁有大學文憑之後 他也不會知道那麼少 喔 雙秒 雙秒 那請問一下好 雙秒 雙秒確認一下 尼方這份資料是指市場化的國家 還是公共化的國家底下的結果 我方不知道 尼方不知道 所以其實尼方也沒有辦法確定 就算是在公共化的國家底下 也會產生這麼大的薪水差距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尼方這份資料不是公共化的國家 要方誰是想要確定 尼方其實沒有辦法確定 在公共化的情況底下 擁有大學文憑者跟沒有大學文憑者的 就是薪水差異會這麼大對不對 他只想確認這件事情而已 就是尼方這份資料 其實說有有大學 有沒有大學文憑造成薪水差距 其實不見得是在公共化底下 承認的結果 他只想要確認這件事情而已 對啊 薪水差異會到兩倍 雙秒可是這不是公 雙秒可是我方是說公共化的情況底下 不一定會到達兩倍對不對 因為這問題其實不是公共化的國家 謝謝雙秒 我們上面視頻只發言 請反方音樂上台聲論 各位好 在進入面題討論之前 我們必須先對面題有基本的認識 首先高等教育是建立在中學基礎 學識之上的專業教育 目的在於深入各領域使用技能的培訓養成 以及學術知識的研究精進 而根據香港管理專業學會記堪定義 高等教育市場化 是指高等教育機構透過市場化機制裡 重視效率效益與效能的經營辦學 相反的公共化則是透過國家大量投入資源 達到高等教育的普及 近年來高等教育市場化的呼聲四起 究竟高等教育更應由政府主導發展 還是引入市場機制決定方向 也開采了今天的面題 在這樣的前提之下 我方將有以下三點論證命題 第一對學校本身而言 市場機制能夠讓高等教育機構去無存精 保留具有特色的學校科系 集中資源配置 使得學校學生更具競爭力 根據Tress材志的調查 台灣有近九成七的大學校長都認為 發展細索特色才能有效應應少子化的衝擊 蓄積人才競爭力 原因正在於市場機制使得 各大學能夠站在公平競爭的起跑點 爭取有限的資源 學校為了維持良好的營運 必須透過企業的經營手段 積極發展優勢七所的特色 創造出優別於同類型競爭者的品牌價值 吸引有潛力的學生進入 進而培育出符合市場需求的專業人才 這也是為什麼世界前十排名的大學 就有七所是由市場化經營的大學拿下的原因 相較之下 公共化銷的大學經費由政府主導 除了會受到政策的限制 還會因為缺少市場力量的平衡 沒有自負盈虧的壓力 除非政府投入積極龐大的資金 否則學校無力發展大學系所特色 終將失去競爭力 因此高等教育當然應走向市場化 第二 從社會整體來看 經濟市場的動向影響整體的勞動需求 市場化的高等教育更能夠因應調整 培育出市場所需的極佔力 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助力 學生接受高等教育 除了學術研究目的外 大多數人是為了提升專業知識技能 以助於接軌市場所需 然而 在2012年的邁向頂尖大學計劃全國展 即工業基礎技術人才培育論壇中 企業紛紛表示 現今大學面臨最大的問題 便是學生只學到表面的理論 而缺乏始作課程 空有寫論文的能力